唐朝年前,林安有个叫钱廖的读书臣,自有人人皆称赞神童,十六岁就种了秀才。 哦,钱廖,你真厉害,哼,区区秀才,即便是状元也是随手可得。 真是名不虚传啊。 是啊,真是文学心下凡啊。 儿等且看,待我金榜其名一锦还乡,若靠不住,绝不回乡。 光阴寺卷,悬料勤奋普途,两次不靠,两次都名作孙山。 她行回意诚,便想一死了之。 观阴菩萨见此情形,化身为一位带着两个孩童的讨饭女子。 先生,我饿了,行星好,给点东西吃吧。 我什么都没有。 先生,您看孩子们那么冷,能不能把您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? 天下,居然有如此贪婪的母子,难道让我光着身子去跳呀? 先生,您都要死了,要这些有何用处? 可怜可怜我的孩子,一个大德吧。 你怎知我要去死? 我看你是个落榜的书生,想去寻死吧? 你看,我连鞋都没有,你命都不要了,还在乎那双鞋吗? 连讨饭的妇人都看出了我的落脱。 真的没法活了,也罢也罢。 你们,拿去吧。 于是,寻调把钱财衣物全部给了他们,转身向山上走去。 先生,回头是岸了。 转料站在崖边,转降大雪,风雪中又传来了女子的声音。 回头是岸了。 转料紧闭双眼,纵身跳下山崖。 在睁眼时,眼前是一尊手持金券的观世音菩萨像。 他有一名女子在填柴火。 转料回忆起来。 我记得我跳崖了,这是在哪儿? 这里是人间的池金观音寺庙。 你是个读书人吧? 惭愧,惭愧,没有读好书。 那你是没有用心去读书? 非也非也,我悬梁自古,日日苦读,可就是屡口不中啊。 既是个读书人,为何不拜拜持经观世音菩萨? 转料猛然醒悟,随即伏地虔诚地跪拜。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慈悲护药。 请客间佛光万丈,女子显化观音菩萨。 你心向读书,却求名利福禄。 不是劳作,不懂民苦,更不知世间烦恼与设计轮转。 却如何答对考题? 今日雪中得远,念你赠衣物之善行。 无赠你,以祭子当作环礼吧。 观音菩萨话音未弱,却不知所踪。 堂内只剩书生与火堆,堂上飘下一张纸片。 我若像地狱,地狱自枯竭。 我若像佛陀,造星自调伏。 我若像生灵,自得大智慧。 纸片落入柴火中,化为一团火焰。 前廖一惊,抬头仰望,持经观世音菩萨宝像正对着自己。 前廖赶紧口拜。 感谢持经观音电话,我一定好好理解祭子。 好好读书,行善积德,利益百姓。 请菩萨保佑我,玄有所成。 不知不觉,又逢大考。 前廖想着持经观音的教诲,挥于好达全,稀如泉涌,终于拔得投名状元。 前廖高中状元后,依景欢乡。 他不忘持经观音的点花恩泽,在山上建了一座庙,供奉持经观音。 把他与持经观音的佛缘故事刻在碑上,让世人供奉诵读。 让深深学子求得持经观音的护友,发奋苦徒,学业有成,利益百姓,心善积德。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,就是持经观音。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